三句不离通膨问题 不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关切 美国投资人更是行行念念 让市场格外关注 12号与13号将公布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因为势必牵动美国联准会 11月升息的出手行众 五度有美国第三季财报 也即将登场 并且由银行股拉开序幕 从小摩 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华企集团 到大摩 摩根 士丹利等大投行 14号都将公布财报 纪念预估将比去年同期小幅下滑 然而整体景气也是不容乐观 分析师调查预期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 第三季美股盈于EPS 只不去年同期成长2.4% 幅度是两年来最小 此外 如果不进入能源业 美国企业的盈余更是不增 反减达4% 试点是第二季萎缩 陷入盈余衰退 而美股重量及科技股财报则将从18号起陆续展开 然而超微半导体AMD已经公布第三季初步财报 包括营收和毛利率成绩都大幅落后预期 市井大环境的利空 又有健身器材大厂派乐腾宣布财车500人 相当于一成二的人力倚助重回成长 再加上奇异公司宣布路上风利发电部门裁员数百人 主营师需求疲软 成本上升和供应链的延误等问题 美国两大企业加入裁员行列 分析指出企业正面临库存过多和需求减缓的双面夹击 依让市场格外担忧 第三季企业展望是否将会进一步下滑 怀新闻卢小平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